金牛就会有点笨拙 金牛座的害羞就是 不要啦 旁边的人是真心的会认为你不要 提到很难谈恋爱的星座 金牛女往往榜上有名 为什么 金牛座不是长得很好看吗 奥黛丽赫本可是你们的星座呀 到底为什么 我们来好好了解一下 金牛座的女生 你们得承认你们 没有女人味 你们长得很漂亮 这是一定的 通常你们的外表非常吸引男生 但是因为你们也很勇于做自己 所以讲话就开始大声起来了 不用别麦 操场的对岸也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而且你们非常的爽直 有话直说 也很难商量 勇于反驳对方的意见 所以咯 男生认识你没多久 就看完了 第二点 很难聊天 你对于忽然冲过来跟你聊天的人 你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你看这样就筛选掉了后劲很强的对象 也许他一开始并不吸引你 但是聊着聊着你会觉得他很有趣也不一定啊 所以有时候应该要稍微开放一下自己 也许互相留个电话 看不到人的情况下就很好聊天咯 第三 你超级低调 金牛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第一眼很吸引人 但是久而久之 男生就会觉得 你就是这样了 然后对你就不会产生了太多的一个关注力 因此就算你聚会中半途离行 可能男生也不会发现哦 这一点就是会让你少了很多竞争力 再来你想要桃花 你就要露出想要桃花的样子 或者是不要太过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算你不想单身 但你也没有办法很容易喜欢一个人 而且经过几次失恋 就越来越难喜欢上对方 所以经验越多 障碍就越多 这是金牛座越来越不活跃的原因哦 你太有想法 对于你觉得很好的事情 你是不会让步的 比如说你喜欢的食物 就算对方说这样不健康 我们要走健康路线哦 你知道他在关心你 但是你也不想妥协 这就很难沟通了哦 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穿着打扮 非常有风格的金牛座 我必须这么说 我同意你很有品味 但是约会这件事情 如果你穿得太自我 比如说你坚持要爆炸头 你坚持要阿狗狗 那通常也会使你的约会之路 可能有一点障碍 上眼法还是挺重要的哦 所以约会服装请交给专家打理咯 金牛鱼比较眉桃花 还是摩羯鱼比较眉桃花 金牛 我觉得摩羯 它是会用它的方法去促进一段感情 金牛就会有点笨拙 不知所措 然后就待在当下 而且如果旁边的人去推动的话 如果不是金牛座要了 金牛座还会生气 自己又把自己的桃花给阻断了 也不一定 而且金牛座的害羞就是 不要啦 就是用一种非常大声的感觉 旁边的人是真心的会认为你不要哦 我们本来要帮你就不帮你了哦 你自己要想清楚哦 所以你明明在撒娇说不要啦 就请向个撒娇的 不要啦 那就是有才华 有才华才会让金牛座的女生眼睛一亮 然后他会在有才华的人身上找到 他会喜欢的跟你外表有关的点 金牛座觉得他们是外貌协会的 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金牛座女生 他喜欢上人的条件是 对方戴着粗框眼镜的样子好可爱 所以他每次都喜欢上粗框眼镜的男孩 我说那不是粗框眼镜的男孩 粗框眼镜是粗框眼镜啊 任何人戴上粗框眼镜你都喜欢吗 他说好像是这样 第二你可以沉默寡言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绝对不能油条 金牛座女生超级讨厌油条的人 有一点沉默可以接受 因为金牛座会觉得这样的人是老实的 这样才有安全感 所以甜言蜜语 第三个要有肩膀有担当 因为金牛座女生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肩膀很有担当 他都可以做到了 你怎么可以做不到呢 所以如果你很怕事 或者是你很爱哭 爱撒娇 这反而对他来说会觉得好恐怖喔 到底谁是女生 第四呢 在经济能力方面 我不觉得金牛座一定要看钱喔 我刚刚说了 他们是会被感觉击重 所以钱不重要 但是你不能小气 如果你钱不多 但是都会用在这段关系上 或家人的身上 对金牛座来说 这样不浮夸的表现 是务实的也是可靠的 好啦最终呢 我就要跟金牛座女生说 感情是两个人的关系 两个人的关系 就要重视另外一个人的意见 就要重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所以金牛座 如果你想要走进一段关系 你就不能太做自己 你要空出一半的空隙 让对方走进你的生命里 容许他来改变你 你也很乐于为他改变 这样这段关系才能够圆满 你的桃花运才会真的来喔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